Odio Jungle Odio Jungle 原标题,大英博物馆里回复两家的传世之作,让人怎能不心痛?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规模最大、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。 现有藏品1300多万件,由于空间的限制,目前还有大批藏品未能公开展出,其藏品质丰富,种类之般多,为成世界博物馆所罕见。 中国文物大量流失海外,是我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痛,去联合国科教文组织2006年披露。 中国流失文物多达164万件,还不算各国私人藏有的,被世界47家博物馆收藏。 而大英博物馆是收藏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一家,近达2.3万件。 其藏品盲括了中国整个艺术类别,跨越了整个中国历史,包括刻板、书画、玉器、青铜器、陶器、饰品。 而说到馆长的中国国宝,就让人不由想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历史。 万青十七八国联军清华,烧杀场略,洗劫了我们文物宝库后,还一把火烧了那些不能带走的。 这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悲剧,同时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的巨大损失。 大英博物馆展出的青花瓷器对于中国人来说,亦有着无比重要的地位,甚至比黄金和宝石都要珍贵。 自新时期时代起,与旧被视为权利与财富之时,今天就带大家一窥大英博物馆里那些属于中国的每一真品。 虎形垂势东周末年祸汉,公元前三到两世纪清,十八到十九世纪,二号虎形垂势与广州南越王墓中,发现了一枚垂势相似。 三号,虎形垂势制作时间较晚,是此书中某预期的仿制品,被崔剑平相信大家在一些古装剧里也看到过。 虎形学堂科间休息时玩的小游戏中,有一个比较风靡的,头虎游戏,站在一定的距离比谁置入品中的剑多。 而这个斐崔剑平,就是专攻游戏之用,终是配件东周至汉潮期间的玉香卢改,底部是铜流金的,玉面露空雕刻着龙虎的形象,二号和三号都形似一张面孔,一个是长脚怪兽脸,另一个是类似老虎的脸, 一半盘圆或青,13到14世纪,该玉盘形状有黄金或银质容器的形状发展而来,玉带版这里展示的大部分玉带版都于明朝制作,时间在14到17世纪之间,有腾龙祥云,狮子追绣球等等,各具特色的形象,白玉对晚宁清,16到18世纪,这两只白玉碗通生光洁细腻,组成了完美的一对, 玉剑士东周,秦汉,公元前四到一世纪,在剑上装以玉配使,可以将金属武器的力量,与玉石的能量结合在一起,帮助抵御死亡与腐朽, 配使包括剑手,剑阁及剑臂,保护剑鞘,不被剑左刺破,同时将剑鞘固定在腰带上,佛手明末或清初,17到18世纪,该玉碉表现了一只佛手的形象, 他本世作能带来好运,有浓郁的气味,通常在新年时,被放在此矮中,共放在家中神香的神开前,也被用来清新房间烘气, 宫兴投尸与发帆送货金,12到13世纪明,15到16世纪,该投尸刻有四条龙的形象,以精细的潜伏雕工艺表现,该杂品各追溯至明朝末年, 类似的投尸相当稀有,玉碧东周汉,公元前三到两世纪,四号玉帝由玻璃制成,早期的中国玻璃十分有特色,有着与玉相近的质感, 通常那些摆不起玉却坚信与玉类似的材料,可以提到相同身心保护作用的人会用玻璃,玉缠汉,公元前二到一世纪,自汉代以来, 皆以禅的羽化比于人能重生,将玉禅放于死者口中称作寒禅,玉至精神不死,再生复活,把禅配于身上则表示高洁, 所以玉禅既是生人的配饰,也是死者的藏玉,玉容器及玉碑名,十月到十七世纪,该容器壮似一只扁花瓶, 气身刻有韬铁纹或神圣纹,瓶颈两侧有赤龙形象,容器纺至周朝的青铜容器而成,花瓶金鸣,十三到十六世纪, 该花瓶的形状绑着古青铜容器壶而来,瓶身的花瓣纹路是一种汉代玉器上常见的图形, 图形垂世青,十八到十九世纪,这间仿古垂世很有可能是某件亦周玉器的仿制品, 但形状和重量,都超过它模仿的原物, 像经理玉碑青王朝1644到1911年前50年, 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富有,最强大的国家之一, 许多莫过而玉器都是这一时期收到的购物, 然后,中国工家对其进行仿制,该玉碑表面有莲花浮雕以及更少植物, 有莲花牙型的背靶,荔枝纹和红漆和荔枝纹的雕饰, 具有气气雕饰的风格, 荔枝象征风扰以及婚姻生活, 连接鲤玉玉碉明莫或清,十七到十八世纪, 该玉碉的形状,为一条鲤鱼在莲花,连夜间游动, 和鱼中,鱼和代表充裕的鱼发音相同, 因此,玉碉的富裕充足的象征, 玉璋汉,公元前三到两世纪, 汉朝时,印章通常由金、宁、青铜及玉制成, 下面刻有主人的名字或头衔, 中国人相信来世是金生的言世, 因此去世时将自己的印章带走能够保证的儿世, 还能享有金生的权利, 莫过而风格于晚清,十八世纪, 很多斯坦玉外壁很薄,装饰有花形纹路, 玉珠哈,公元前一世纪到一世纪, 人们在许多二代目,中都发现了玉珠, 形象从写实的抽象之有, 他们一般用做兽衣,或者垫子上的镇压物, 有时也被发现握在死者手中, 对中国的古代人民而说, 朱代表着东产和财富, 玉赴眼汉,公元前二到一世纪, 该眼罩上用线勾勒朱瞳孔的形状, 眼罩上流口, 可将其与布或其他材料相连, 涉及垂世东周, 公元前五的三世纪汉, 公元前三到两世纪, 涉事班纸的前身, 班纸通常是弓箭手带玉勾弦的手指, 用力扣住弓弦, 随后, 班纸变得越来越精致, 这一点从班纸上越来越精致的城市就可以知道, 玻璃勾造是把西周, 公元前三到一世纪, 公元前五世纪起, 中国人就开始从西方进口玻璃, 一百年后开始自己制作玻璃, 这个薄, 薄的盘状玻璃式板, 与那些同时代, 用于制作生铁, 皮灰甲的式板类似, 它们显示了玉衣的确是死后屈体的保护层, 方疑青铜里气及带盖容器上, 公元前十二世纪清, 十八世纪, 容器的形状和纹路, 举模仿青铜方疑而来, 在清朝时期, 工匠就开始用每月雕刻此类容器, 容器上有乾隆玉镜, 花形被明末或清, 十七到十八世纪, 被深有精细的梅花树透镖, 花间有一条龙游戏其中, 夜行悲堂, 八到九世纪, 该玉杯形状受到黄金或银子容器的影响, 拜身为夜拜形状, 底部可有一个汉字, 玉带头, 玉带扣, 及玉带公明, 十四到十五世纪, 清, 十八世纪美元或明, 十三到十五世纪, 玉带头把号制成一株花草的形象, 中间有霞草可以穿腰带使用, 带扣九号分为两部分, 可有龙藤云间的图案, 芦苇双鱼盘明末或清, 十七到十八世纪, 鸟, 鱼细水的长颈图案, 常常出现在明后期的器具上, 该玉盘上可有双鱼细细于芦苇虫中的长颈图案, 头饰圆或明朝初年, 十四到十五世纪, 该头饰表现了一条盘龙的形象, 龙罩仅仅扣住一颗珍珠, 许多类似的装饰, 后来都被改做成金铜器米的盖鸟, 莫沃尔冠与北侠龙皇帝征服新疆后, 中国进口了许多所谓的很多斯坦玉, 其中许多是在被印度的莫沃尔王朝制作的, 还有的可能来自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, 还有一些可能是新疆版帝生, 产的, 通常人们很难分辨这些玉器中, 哪些是莫沃尔玉, 哪些是中国对莫沃尔玉的防品, 乾隆玉果盘乾隆皇帝在1736年到1795年间统治中国, 他是艺术的支持者, 在他统治下的许多上等玉器, 都带有乾隆玉艺款制, 这些精美的艺术作品, 让我们怀想起那些遥远的记忆, 一个民族文明的记忆, 歇族的记忆, 很多中国参观者看着这些祖先的杰作, 会情不自禁的感慨, 何时归故里, 历史已然发生不能改变, 我们更该做的, 是通过这些中国文明的伟大瑰宝, 让更多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, 为东方文明的复兴建一份年博之, 让民族的瑰宝能够得到足够的重视和传承。